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 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如同若汉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祈祷时要说 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 我们的日用粮,求你天天赐给我们,宽免我们的罪过 因为我们自己也宽免所有亏负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去他那里,给他说 朋友,借给我三个饼吧 因为我的朋友行路到了我这里,我没有什么可以款待他 那人从里面回答说 不要烦扰我了,门已经关上 我的孩子们同我一起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他纵然不为了他是朋友的缘故而起来给他 也要因他恬不知耻地切求而起来,给他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求必要给你们,你们找必要找着 你们敲必要给你们开,因为凡求的就必得到 找的就必找到,敲的就必给他开 你们中间哪有为父亲的,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 或是求鱼,反将蛇,荡鱼给他呢? 或者求鸡蛋,反将蝎子给他呢? 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 何况在天之父,有不更将圣神赐予求他的人吗? 耶稣驱逐一个魔鬼,他是使人阴雅的魔鬼 他出去以后,哑巴便说出话来 群众都惊讶不止,但是其中有人说 他是仗来魔王贝尔泽布驱魔 另一些人试探耶稣,向他要求一个自天而来的征兆 耶稣知道了他们的心意,便给他们说 凡是一国自相纷争,必成废墟 一家一家的败落 如果撒旦自相纷争,他的国如何能存立呢? 因为你们说我仗来贝尔泽布驱魔 如果我仗来贝尔泽布驱魔 你们的子弟们是仗来谁驱魔呢? 为此,他们将是你们的裁判者 如果我是仗来天主的手指驱魔 那么,天主的国已来到你们中间了 几时壮士佩戴武器 看守自己的宅舍 他的财产必能安全 但是,如果有个比他强壮的来战胜他 必会把他所依仗的一切器械都夺去,而瓜分他的脏物 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 不同我收集的,就是分散 邪魔从人身上出去后 走遍干旱之地 寻找一个安息之所 却没有找着 他于是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那屋里去 他来到后,见里面以打扫清洁,装饰整齐 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魔鬼来 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处境,比先前就更坏了 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 人群中有一个妇人高声向他说 怀过你的胎 吉利所损悉过的乳房是有福的 耶稣却说 可是那听天主的话而遵行的人 更是有福的 群众集合拢来的时候 耶稣开始说 这一世代是一邪恶的世代 他要求征兆 除了约纳的征兆外 必不给他任何其他征兆 因为,有如约纳为尼尼威人是个征兆 将来人子为这一世代也是这样 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他从地级来 听撒罗满的智慧 看,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 尼尼威人在审判时 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 因为尼尼威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 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 没有人点灯放在轿中或置于陡下的 而是放在灯台上 让近来的人看见光明 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 即使你的眼睛纯洁 你全身就光明 但如果邪恶 你全身就黑暗 为此,你要小心 不要叫你内里的光成了黑暗 所以,如果你全身光明 丝毫没有黑暗之处 一切必要光明 有如灯光照耀你一样 耶稣正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他到自己家中用饭 耶稣进去便入了席 那个法利赛人一看见 就怪异耶稣饭前不掀洗手 但主对他说 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 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与邪恶 糊涂人哪 那造外面的 不是也造了里面吗 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 那么一切对你们便都洁净了 但是祸灾 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把薄荷 云香及各种菜书捐献十分之一 反而将公义及爱天主的义务忽略过去 这些固然该做 那些也不可忽略 祸灾你们法利赛人 因为你们在会堂里爱做上座 在街市上爱受人致敬 祸灾你们 因为你们就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人在上面行走也不知道 有一个法学士回答耶稣说 师父 你说这些话连我们也侮辱了 耶稣说 祸灾 你们这些法学士 因为你们家给人不堪负荷的重担 而你们自己对重担 连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一下 祸灾 你们 你们修建先知的坟墓 而你们的祖先却杀害了他们 可见你们证明 并且赞成你们祖先所行的事 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 而你们却修建先知的坟墓 为此 天主的智慧曾说过 我将要派遣先知及使者到他们那里 其中有的 他们要杀死 有的 他们要迫害 为此从创造世界以来 所留众先知的血 都要向这一带追讨 从亚伯尔的血 到丧亡在祭坛与圣所之间的泽加里亚的血 的确 我告诉你们 都要向这一带追讨 祸灾 你们法学士 因为你们拿走了制食的钥匙 自己不进去 那愿意进去的 你们也加以阻止 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 经师们及法利赛人 开始严厉追逼他 盘问他许多的事 窥伺他 要从他口中抓到与病 中文字幕承转